立化中學命案的19歲被告提出上訴 要求將刑期從16年減少為8到10年 被告律師團表示 被告兩次自殺未遂 原本打算幹案後有警方擊斃 大法官梅達順則指出 被告有殺人計畫 而且不希望被阻擾 以大法官梅達順為首的三思表示 需要時間考慮上訴 將另行責日發表裁決